按一下 請陳主委 陳主委早 陳主委我想要藉這個機會請教你 當初成立水利會的目的到底為何 成立水利會就是來推動我們各種的農田水利的事業 他的這個建設還有水的這個經營管理來方便 來這個照顧我們的這個農民 據本席了解當初成立水利會主要的業務是收收水費 那當初收收水費這個功能 目前在全國17個水利會已經都不再需要了 目前水利會所發展的功能主要是在建設 那本席不了解的是說 為什麼既然建設這個工作應該是農委會的職責 為什麼會給一個工法人來執行呢 跟委員報告 農田水利會最早開始是民間的組織 民間的組織 他們甚至自己監地自己這個監錢去蓋的 像柳公、曹公俊都是這樣子 那他們根據受費、護費的言語 所以會員都必須要繳會會 那是到後來我們整個這個經濟情況改變以後 在立法院有提案 而且經過這個修法 就是說農田水利會的會會 農民繳的會會 由政府編預算來補助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才由政府來編預算來補助 那補助什麼呢 就是說人家本來應該像會員說的 我們現在不准他去說了 這是政府的美意 本席可以了解 那我們就要給他這個補助 但是本席不能了解的是說 為什麼農委會的水利處 不是一個執行單位 是一個管理單位 應該是 我們我想要請教一下處長 你去年一整年 我們農委會補助給 全國水利會的總預算是多少 報告委員 那個去年的預算是特別多 因為去年有會會補助以外 還有這個公務預算的補助 後來又追加這個為了振興經濟 那擴大公共支付 所以加起來包括營運費用 建設費用加起來大概將近一百億 只有一百億嗎 對對對 差不多這樣 只有一百億 差不多這樣一個數字 那雲林縣 雲林水利會 雲林水利會總共拿到多少補助費用 因為雲林 現在我手上 因為今天沒有帶那個詳細的資料 以後可以提供給你 不過就是說 雲林水利會的面積啊 他是大概有差不多六萬公斤左右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是二十出頭億 因為他是在 大概我們在分配都是按照 會會的 原來的會會的標準 還有這個大概的面積 執行力 本席想要強調的一點是說 像農委會有立法院可以監督 人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農委會怎麼樣在執行他的業務 假設人民不滿意的時候 可以透過立法委員來跟政府溝通 可以透過立法委員來監督政府 但目前因為水利會他是公法人 他並無法可監督無法可管 這是一個大的漏洞 那我想我想要請教一下主管機關 你們就是他們的主管機關 我們要透過監督你們來監督他們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你一個一年給他一百多億耶 不是說一億一千萬耶 農委會對農田水利會的監督輔導 有訂一些規定 比如說平常的話我們要做業務檢查 那還有工程的話 我們有訂工程的處理要點 都必須要依照公務的處理規定去辦理 那麼工程都是來自政府的話 一定要按照才夠 我還是想要請教陳主委 就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既然他們只是農委會的執行單位的話 農委會不能自己成立執行單位 而要一直仰賴這樣子的一個 在一個模糊地帶的這樣子的一個執行單位 跟委員報告 是為了要規避立法院的監督嗎 委員不會這樣的 因為他你看農田水利會 人家成立幾十年了 那剛才的報告 他是因為有一些因緣的演變 所以變成政府補助的經費多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 臨時去成立一個水利會 政府給他錢 不是這樣子 是他有歷史因緣歷史的改變 是這樣子 那至於監督的部分 在農田水利會的他組織通則 他第六章 監督自己福島裡面 他也明定他的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 或者是這個中央 那他要去 這個來定定這些監督啊 輔導的這些辦法 那他假如有違反法令 代付職守 還可以依必要的這個 糾正制止 或者是呢 可以這個 甚至來整頓 其實這都是一個理想性 剛才這麼多委員質詢你 都在告訴你 都在反應 他們的執行熱誠 並不如你們預期 他們的服務熱誠 根本跟你們農委會 想要要求他們的 的確是有落差的 剛才這麼多的委員 都跟你反應 因為水系的劃分也好 因為派系的利益也好 不管是怎麼樣 他們的目前的績效 目前的執行的熱誠 就是沒有達到你剛剛說 我們是的確是有監督他 但是你要怎麼去監督他的執行熱誠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理解說 為什麼你們一年補助他們這麼多錢 但是像我也常常 本席也常常跟處長溝通啊 建議要做這個建議要做那個啊 但是當然我知道處長 也很照顧雲林縣 可是我不是拿雲林縣當個例 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變成是我今天是水利會長 我高興做這裡就做這裡 你就算水利處叫我做 我不願意做 你還是拿他沒轍啊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執行單位 你沒有辦法約束他 你只能建議他 這個水利會的工程 他們有一個審查評估 那麼的一個一個機制 那這個農林水利會他們會長啊 或者是會委員他有這個什麼樣的這個違法 我們啊 依照法令還可以來撤職啊等等 那剛才委員指教的 是關於水系跟行政區這兩個 沒有辦法 跟他的會長職權 無限大的膨脹 不受農委會管理 我們依照法 依法我們都會監督管理 是啊你可以監督管理他 你可以把他撤職 但是你們有沒有因為說 他們的績效讓人民不滿意的時候去撤職 你們是用什麼標準來評論說 這個會長跟這個水利會 有沒有好好的在服務 他們所屬的這些農民 他們所屬的這些水利會員 你們從用什麼角度來評估他們 就是說他今天我喜歡坐這裡 我也是把這裡做得很好啊 我把這裡做得美奈啊 這些人會投票給我啊 這些可能跟他比較沒有關係的 他就放好軟啊 放好細啊 你還是不能夠監督他 我們工程啊 都有這個一個優先 我說的是地點 地點 對啊 那他哪個地方應該先做 大的枝幹或者小的枝幹 問題是他沒有公正性啊 他的公正性在哪裡 他是用什麼來評比說 什麼東西應該先做 這個辦法這個我們水利處都有 而且他們會去會堪 會堪以後 這又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會堪的人員是水利會派出來的 他的長官告訴他說這裡不要做 他就寫說 這裡還可以使用 還堪使用 不用建設 農委會派人 主委通常農委會是不派人的 他完全相信水利會 因為我本身在擔任立法委員以前 就在水利會工作 我完全了解他們的那個運作模式 所以我今天是站在一個人民的角度 來告訴陳主委 水利會的確是有這樣子的弊病 現在是看你們願不願意 Face up 就是趕快的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趕快的來想辦法解決我這個問題 而不是我覺得今天農委會 沦為這些會長的一個工具 這些會長為了保住他們的職權 或者是不願意讓他們不願意看到的人當選 要求農委會或者是劉勝良委員來修正第十九條之二 以登記者應與撤銷或廢紙以其當選者一同 實在是看到這個法式農委會請劉勝良委員提出的時候 我發覺真的完全不能理解 現在不是農委會監督控制水利會 是水利會長來要挾 這個完全不是事實 完全不是事實 這個是我們農委會主動把我們認為 那農委會是以政府的緩會選 乾淨嫌疾 這樣一個立場 我們來跟委員溝通 我們也非常感謝劉勝良等委員 包括張委員多簽署 大家的精神是一致的 緩會選 我們絕對沒有說哪一個會長 我們是不是跟他溝通 什麼讓他來配合他 我支持你 非常支持你反會選 因為反會選才能維持選舉的公平性 我連署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今天我要檢討的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有違反法律的這個不做即既往 跟信賴保護原則 這個大家可以討論 大家可以討論 剛才也有很多委員發言 消委員也有發言 他也提出來修正案 法務部 這剛才也在這裡正式在這個席上答覆 他們認為這個信用保證 信用信賴保護的原則 他們認為支持這個消委員的這個提案 這個剛才大家的這個說明非常清楚 我們也尊重消委員的提案 我們也認為法務部的解釋 非常感謝主委這樣子的解釋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什麼 你講的我們跟某一個會長說 什麼什麼什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